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净节目 我是石涛 9月28号 9月28号 结果今天在我们现在看到是知乎国内知乎的热榜的排名 排在前两个的 蛮奇怪的 排在前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俄罗斯把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国家都给收了 都给吞并了 那四个国家昨天进行了公投 最低得票是82% 最高897% 那四个地区都愿意归顺俄罗斯 就成为了一个既定事实 当然西方社会国际社会都不承认 但是俄罗斯自己呢 普京发表了声明就说 那如果他们愿意归顺的 归顺俄罗斯 我们就接受他们 那我们是来解放他们 普京用的是这个词 然后牛脸立刻翻过来就说 如果谁在攻击这四个地区的话 当然他最终的还没有签署文件了 谁在攻击这四个地区的话 就是攻击俄罗斯本土 那俄罗斯有权进行自卫 所以有权自卫跟他的宣布的有关 进行反核威胁 那普京讲的是反核威胁 就形成立体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结果在中国人在今天知乎的排行榜上 他占头版 占头条 大概有三千多万人在关注这条消息 而他关注一个很大的缘由呢 是在有关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回答的时候 回答的相当蹊跷 应该讲回答相当蹊跷 在他的回答当中呢 他主要是说 中方回应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是这个标题的 基本上他的答复也是这么个答复的 所以这个答复就非常特别了 很显然习近平从这个上海 上海经合组织回来之后 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 是跟这个 应该是跟他有了很大的冲突 跟普京之间有了很大冲突 所以习近平在上经合会议上呢 就像他在哈萨克斯坦下飞机的时候 划了一跤没摔倒 他划了但没摔倒 没摔倒也就是说受到了挫折 那他作为回应 他就里面在回答的时候 不提俄罗斯 也没提四个国家 也没提乌克兰 这三个地方的名字都没提 他就强调各国领土完整 保持尊重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是 习近平跟普京有了真正的隔阂 真正的隔阂 就是大家分家了 那后面会怎么样不知道 但我们看到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 因为普京要拿下四个地区 最终把四个地区归为俄罗斯 这是他整个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 在外部环境出现改变之后 他用了这个方式来确定了目前的状况 所以这就 而中共国却表现出 没有去导向 在整个问题上 既没有导向 根本没有导向普京 那反过来 在他的言辞当中 却完全 就完全可以听出来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是同样是要 应该受到尊重的 所以他就变成了 去转向了乌克兰 就很难说他 完全转向乌克兰 如果他不接受普京的话 那他的表述本身就已经很鲜明了 所以人们会讨论不一了 我觉得会讨论不一了 那就我个人的角度看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令人大 非常的令人大 而整个全球的场面 就是全球的局面 所遭受的这种冲击 远远超过这个东西 人民币 在第二个排行的 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呢 充了七块两毛六分多 他说冲破了关口 七块两毛五 冲破了七块两毛六分多 这个东西是好是不好 这个曾经在 这个不到十年前吧 七八年前 保七 就是人民币必须不能跌破七 一直是一个非常追求的东西 结果在今天 在现在呢 却轻而易举的跌破了 轻而易举的跌破了 本身呢 是在英镑的背景之下 那前天应该是27号 27号呢 英国的新首相上来之后 这个女人真的挺绝大 我只能说令人感慨 咱不能说是好或不好 这有些命理上 赶上这 赶上这波了 赶上这事了 你就一点办法 我跟你讲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见了英国女王了 第二天英国女王就走了 他获选之后 见英国女王 第二天英国女王就走了 就没了 而他跟英国女王见面呢 没个正脸 只给了一后脑勺 英国女王留在人间的 最后一张照片 是跟他握手的照片 那跟他握手的照片 他给一后脑勺 女王给一正脸 然后女王就走了 你说这个事 在咱中国人讲命的来讲 就非常特别 那英国经过了十天到十一天的 这个悼念期 因为女王没了 悼念期一切结束了 结果这位 这位英国的首相 回到办公室 第一件事情就是减税 他要刺激英国的经济 能够恢复 他双料减税 减完税之后英镑暴跌 那减税就等于跟加息是对立的 那就说一减税 人们负占轻了 那就更愿意放胆的 能够多投资了 因为一个公司的利润 毛利润都在30%到40% 那去掉他的费用的话 能留下10%到15%就不错了 可是政府的税收呢 大多也在10%几 20%几甚至更高 那他减税的话 就等于公司获得的纯利润的机会 就比重就大 因为他百分比就在这么点上 正常的企业 运作的正常生产企业 所以他一减税的话 就等于是减息 所以在整个加息的环境中 他减息 那一下英镑就崩了 就就满界都是英镑 没人要英镑 英镑不值钱了 结果英镑下跌到 一块零三毛八 那当时我个人看见那数字 就看傻眼了 一块零三毛八 就是全面崩盘 他一全面崩盘 带领着整个所有金融系统 金融系统当中的所有东西 全都崩掉了 所以整个全球呢 就经历了一次大的风暴 21号 21号 22号 经历了大的风暴 那这样的风暴一经历之后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 同期在这个 在这个亚洲地区 包括日元 韩元 台币 那这里就 我们讲的是人币 那人币一下中错了 大概跟两个月前之比 两个月到三个月前 那时候还是六块一毛 贬了一块钱 七块两毛五 七块两毛六 那七块两毛五 七块两毛六 这个数字 这个 这个本身呢 对今天的习近平 是有好处的 真的是有好处的 大家知道在各国加息的背景之下 特别是美元加息的背景之下 人民币在减息 这个隔夜利息都在减 是因为他在 习近平在全国封锁的背景之下 把中国的经济重创 那他重创 他需要包括当然需要出口咯 那现在出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 就是在疫情之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他货币在外力 在英镑的贬息的背景之下 对人民币出现了巨大的帮助 对人民币 对中国的贸易是一个巨大帮助 那是否能帮助真正OK 可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新上台的英国的首相 他的政策却帮助了今天的中共国 挺奇怪 真的我只能说奇怪 我只能说乱成了一锅粥 所以你看到说 人民币重贬 中国说放重化 再赌一定会输 他没说人民币不能再贬 他是说你可别赌人民币再贬 或者你可别赌人民币会回头 你看明白了这个人民银行 原来不是当时保七亿的时候就说 人民币必须捍卫七亿 绝不能破七 破七我就干涉 所以他这个意思呢 给我的感触呢 他希望更扁 所以真的 这是魔鬼统治世界 我个人觉得得不容易 真的我只能说不容易 太乱了 所以这是人民币在发表 重贬之后发表声明的很奇怪的东西 也就讲说 给我的感触就是说 他认为是保护他 拯救他的一个机会 但这是一个全球的范围 全世界都遭受了巨大的重创 全世界遭受了巨大重创 在美元的这种政策背景之下 是美联储的政策 那美联储的政策的出台 这种强硬的出台 很多人开始 华尔街都在责怪美联储 说他是110年以来 美联储最坏的一届的美联储 最坏的一届美联储 而他本身呢 是导向美国的左派政府 而拜登上台之后的 实施的疫情政策 大规模发钱 就是大规模发钱 政府是拯救者 拯救穷人的 用法律跟金钱 去隔美国人的命 那个时候 在整个美国市场 出现大规模的美元 就是大家不干活就挣钱 就钱花 对吧 都坐在家里 那今天呢 整个市场的状况就开始报复 结果那个时候 你美联储不去采取方式 去阻止他 而今天你反过来 就是这条线拉这么长了 本来是拉开了已经 结果今天你反过来 他立刻给他折舌了 给他折弯了 就毁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没跟你说 如果你从魔鬼统治世界来讲 我觉得就容易解释 就很容易看明白 人的环境呢 被恶的势力任意左右 你无论左的 无论右的 你都看到任意左右 所以这是 人必出现这种说法 这是很奇怪的说法 那与此同时呢 CNBC调查 美联储的加息 是现在金融市场最大的威胁 所以那些做买卖 他当然 到金融做买卖 他唯利是图 他知道今天 美国的金融政策 是对市场 对所有赚钱人的 巨大的伤害 那这个就是说 特拉斯 这位女首相上台一个星期 女首相上台一个星期 就把英国给干了 丢掉了15 他掉15兆 这是台币 5000亿美元 5000亿美元就没了 他上台一个礼拜 他就颁布了一个政策 毁掉了英国 这个真的很惨 这是很惨很惨的 就是说 这就我跟大家解释 有些人呢 什么民主啦 这个啦 其实真正决定因素 是具体的人 我们看那些东西 都是很表面的 真的很表面 都是现代精英 就是背离神的 背离人的 生命基础的认知 是表面的 你穿的就像 你穿的媳妇好不好啊 你儿子哪毕业的啊 你媳妇长得漂亮吗 你先生挣多少钱吗 全是这个 对不对 你现在讨论的 大家是这个 当大家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谁去谈好和不好 什么人找好人 外头做坏事的女孩子 做的差不多了 人老珠黄了 回头说 找个老实芭蕉的架了 手里有点钱 过后半生的 现在是这个 现在是这人去找老实芭蕉的 他找老实芭蕉干嘛 欺负他 这个社会的价值就变成这个 无论是金融的 演电影的 写书的 还是粉红的 还是做自媒体的 全是这个价值 搞政府的 真的 真的很乱 有时候 我个人只是说 我们看这故事 就是这么个故事了 中国债权太多 金融危机越来越近 这个东西呢 都是从技术上讲 我们听这些新闻报道呢 很多朋友已经没有兴趣了 就说 金融多少次危机了 他也没倒 他就老能这样 就这么扛着 那是魔鬼来的 共产党倒了 人类就变好了 他说这个日子 只要发生 真发生了 真倒了 那就是天灭中共了 那没倒呢 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大家从理论上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从征壮上 也都可以这么讲 它标志着 它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认识 都有一点 共产党是恶的 中共共产党是恶的 这是肯定的 英国央行阻止金融崩盘 以任何规模购买国债 购买国债 它下崩到 一块零三分八 换一个美元 太低了 这是历史的低点 然后英国央行就干涉 购买国债 购买国债就买英国的 英国的货币等于是 那一下回弹到 一块零八分 回来五百点 四百五十点到五百点 英镑回弹到这个点数 对不起 很多做外汇的 会倾家荡产的 真的会倾家荡产 因为英镑的后面的 如果你做期权的话 就是我们说那些外汇期值的话 英镑是比较典型的 六万五千英镑在外汇市场上 你用一万美金做抵押金 你可以在市场上 那都是三十年前 动用六万五千英镑 所以六万五千英镑的波动 去对比你一万美元的抵押金 在市场上 那是可怕 我坦白说那是可怕 这就叫以小博大 为什么有人可以挣钱发财 那在这个市场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在挣钱的时候 他不敢挣 他不敢放量挣 赞赔钱的时候死扛 所以开这种期货买卖的 中国人大陆人 大陆人香港人 坑老了人了 把很多老实巴交的家全给毁了 进外汇这行的 十个家 毁掉二十个 因为连他儿子都大进去 所以这是 我们就要讲这外汇论 所以外汇的波动 货币的波动是最大的 货币的波动 是把货币当成物品 说英镑 这个时候就像你买冰棍似 这冰棍不好吃 换一个 他把货币当成物品 他的基价是按美元来计算 这就出现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通常大家如果不理解的话 其实就这样 就是买卖双方了 他为什么购买国债 就是英国 英国央行出手 在拯救他的新首相 一锤就给砸死 一锤砸死 在与此同时呢 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俄罗斯跟欧洲之间 发生了巨大的问题 也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二 俄罗斯供应着整个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天然气 那特别是德国 所以他的通油管道叫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通气管道 他是进入了在丹麦跟瑞典之间的水域 那个管道从海里走过去 那我们知道现在战争的状况 那包括丹麦跟那个 丹麦跟瑞典状况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在丹麦附近的瑞典水域 丹麦附近的瑞典水域 那个他的天然气的管道炸了 炸了 然后这是 你看到这个图就是 天然气崩出海面之后 所拍摄的图 瑞典地震局先发现 然后炸了两次 实际是三次 炸了两次 也就是说 在美西一号的通道上 起码有两个破口 在美西二号通道上 有一个破口 那问题就出了 当天然气炸了 海底的天然气炸了 那管道必然就得关闭 从安全的角度 对吧 那今天的德国 俄国就不给 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天然气 那为什么炸了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他炸的原因呢 现在也不知道 欧盟 北约 美国 俄罗斯 都认为是人为造成的 所以你现在看 现在看到的是 俄罗斯要求 召开紧急安令 俄罗斯要求 联合国安令会 紧急开会 讨论 查找谁炸了这个管道 有人说是美国人 很容易人们想到 是俄罗斯的 但推特上就什么样都有 有人说是美国人弄的 有人说是北约弄的 有人说是乌克兰弄的 有人说是俄罗斯弄的 那他在海底下炸了 那他炸完之后 那现在漏了 关闭了 这个水域被关了 因为如果船走到那地方 他有极其高压的 这个天气出来之后 使得船失去了福利 会把船掀翻的 因为它的冲量太大 水船的自重没有那么大的话 就像那个冲水管子 可以把车给冲翻了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可以 它可以燃烧自然爆炸 但是现在的欧盟地区 欧美地区都在对俄罗斯 进行制裁 谁去维修检测 那这个水域是公共水域 如果俄国人派人去检测的话 他们在合同上 有很严谨的东西 那是否许可 那如果德国人去检测的话 现在制裁俄罗斯 你不能帮助他任何事情 我眼睛里 这就是当今人类社会的荒谬 我们看到的一种可怜荒谬 跟自我摧残 我不想做任何评价 但这个乱世 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